大家好 今天做一個直播是因為昨天已經很想做 星期二有兩個朋友來探望我 探望我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我沒有見到他大概四個月 肚子特別是胃腩的位置就脹出來了 一件T恤脹出來 其實我經常說如果年紀大了 有兩件事要小心一點 第一就是這個位置盡量不要脹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胃腩 那是肝的生理解剖位 肝脹不是好事 要不就是肝容易有脂肪 第二就是肝屈 我稍後再說肝屈 第二件事有什麼是不好呢 如果你真的瘦 瘦腳就千萬不要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瘦就好了 但原來我老了年紀大了 腳太瘦是不夠肌肉的 肌肉流失我老實說 連行都行不到 你不要說行山了 你連上樓梯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瘦就不要瘦腳 年紀大 年紀大 第二件事這個不要發脹 這個發脹就說一下乾屈 為什麼會乾屈 來到我很多人都知道 無論你清不清乾 無論你減肥也好 你做出品也好 我都會和你量度一量 量度一量 量度一量的時候 發覺它在四個月裡 脹了一吋四分三 差不多接近兩吋 這個不單是肥那麼簡單 幫手不是很差很遠 這個是有很多屈結 存在裡面的 乾屈是什麼呢 我經常聽到乾屈乾屈 乾屈有些表徵的 除此這裡大之外 整個人都會 嗨 嗨 嘻嘻 嘻嘻 那乾氣屈結 代表乾的氣不暢通 即是它裡面的 energy 不懂得動動流動 乾是掌管人體所有氣的流動 它調節我們的七情 喜、怒、憂、思、悲、恐、驚 七情的運作上順 乾才會暢順 那乾屈 為什麼人們會乾屈呢 通常都是和情緒有關的 有些人是有口難言 即是說你受了很多無形的壓力 或者你覺得那件事很不值 即是你覺得你付出的 你和你收穫是相差很遠的 甚至乎你付出的時候 是沒有人賞識你的 那些人還要引起你 那些就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的乾屈結 HELLO MAN 然後就是生活壓力大 現在香港經濟不好 生活壓力還要比之前更加大 之前就正常就忙忙忙 特別是女士 男士就擔起頭家的壓力 但是男人就有很多乾屈 男人有很多乾屈 但是女士通常不容易屈 但是現在的女士呢 因為其實說的機會 其實你自己想想 我們說的機會少了很多 為什麼呢 你知道了 你老公已上班了 那你不能說 那你對著她的小朋友 小朋友又不能說 你沒理由跟她說 是耳癌的 那小朋友放學 你又想要送她去學習 會跟她溫習 教她做功課 那接著到煮飯 又到晚上了 那晚上回來 你又對著你老公 是多少時間呢 可能是對著洗澡 看看電視 和小朋友玩完 那可能已經十點多了 那其實說的時間呢 都是很少 就是用我來舉例 如果我不是跟老公 早上去吃早餐的時候 有機會說 其實我們兩個 雖然同一間公司做事 雖然會見的 但是我們說不到什麼 為什麼 因為早上就 如果好像我一樣 我上學 我有我上學 他和他在公司 那下午回來 就安排小朋友學習 我們是大家在不同的崗位 在公司 那到晚上 可能我們坐定的時候 已經十點多了 那十點多 你又不會說很多 很嚴重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免得心情不好 睡覺很辛苦 是不是 所以就會 屈來屈來屈來 很多氣 覺得不值得 不暢通的事情 在裡面 甚至乎 因為你屈來屈來 很多事情 你就越來越 有很多事情 不如意 在吸引力法則裡面 你就會覺得 更多不好的事情 而且很多人很喜歡 轉牛角之物 想來想去 都是想一邊的 女人很喜歡這個 我自己做女人也是這樣 所以這些事情 都是會形成 很乾 有屈結在裡面 好了 乾屈有什麼症狀呢 第一 其實這些都是 驚奇前後 會更加明顯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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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這個位置 就是胸脅症痛 我們說 這個位置 經常會扯著 扯著 不是很妥 當然它不會很大痛 它會有些扯著 扯著不舒服的位置 這就是肝的屈結造成的 經期前後 會更加明顯的 甚至乎 腰膝酸軟 腰膝 腰膝 都會軟軟的 這就是腎的 腎的 好了 頭痛耳鳴 頭重重 很抱著 耳朵 耳朵 嗡嗡聲 耳鳴很大件事 我常常都說耳鳴是 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 我之前有個鄰居 我前住學文田 他每晚睡覺 因為他耳鳴 耳鳴很久 是有情緒影響的 他要開風筒來睡覺 開風筒來睡覺 遮住耳鳴的嗡嗡聲 耳鳴聽到我們自己的血管 血管 血液流動 聽到的聲音 是自己才聽到的 其他人聽不到 其他人聽不到 他要開風筒來睡覺 遮住耳鳴的聲音 你自己睡了 但另一半又是 生活習慣會受影響 然後就是眼乾 和眼劫 如果你試試 你晚上睡幾天 你的眼睛很容易 眼乾 眼劫 深之乎 眼睫著 一有這些症狀 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眼睛有些蚊蚊 走來走去 你會看到一個黑眼圈 你會看到你的眼睛很累 經常覺得很蚊 想流眼水 這種事情 最後的事 便會屈屈寡歡 經常覺得很不開心 經常不可有靜能量 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還有什麼現象很容易見到呢? 失眠多夢,很難睡得著 很容易發一些不好的夢,又會記住 好像沒有睡覺,有些人發夢是沒有睡覺的 另外,口乾口苦,畏障不適 畏障不適真的要自己正面視一點 畏障不適其實不單是乾屈,而且是胰臟也有關 如果你經常覺得胰臟不適,就要正視,找醫生查一查 月經不好,崩漏,磁離 這些症狀都會令情緒波動加重,特別睡不著 睡得不軟,這些一定是 乾屈對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你會頭重,經常覺得很不舒服 第二,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就會令你情緒受影響 情緒受影響,就會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 人際關係又會令你乾屈加重,又去到睡不著 整件事只會變得更悲 另外,還有三件事高的 血壓不能平衡 另外,因為你睡不著,血壓一定是差一點 因為肝,我經常都說 肝是幫助我們吃下去的蛋固醇 變成我們的Hormons 對嗎?製造Hormons 如果你的肝不好,你的蛋固醇會不平衡 為什麼? 你不能製造荷爾蒙 另外,荷爾蒙也不會平衡 可以嗎? 第三,就是血糖 血糖高低,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血糖高低,會令你吃很多東西 或者你經常都覺得很肚餓 因為血糖太低的時候 其實人是很難集中精神的 為什麼呢? 你會緩穩地 情緒會不好 因為會很猛疹 血糖不夠 走兩步,你就想吃東西 你想點東西吃 但是問題是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多血糖? 身體那麼多糖分 其實也不需要 因為基本上你很少東西 就足夠我們使用了 對嗎? 就會搞到內分泌 睡得不好 我們會有很多 Sylvan 你好 很多不同種類的 淋淋種種的慢性的事情 開始發生了 好了,我們先說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 第一件事 肝鬱 我覺得可以自己調節一下 做運動 做運動 做運動有一件很好的荷爾蒙 叫做多巴胺 多巴胺會出來的 多巴胺會出來的 多巴胺會出來的話 會令身體內的荷爾蒙 會令你興奮 很快樂 其實不需要初戀 其實不需要初戀 戀愛的時候 多情迷意亂 就是多巴胺 多巴胺會令我們興奮 開心 會比較容易睡得著 這件事可以令你睡覺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好 不用多 一天十分鐘都非常好 第二件事 就要找我 清肝 為何要清肝 因為肝內有很多 骨結和氣血 不可以流動 有時候 很多朋友來刮沙斑 都會幫你們看看半隻 看看這個位置 會不會很刺 有些人以為骨很刺 其實你要肝刺 骨才刺 你明白嗎 裡面有鹹的 不是裡面沒有東西 骨刺了出來 不會的 我們很多時候會幫別人 疏乾解核 即是清肝 我們會有中藥 用等離子 Pashma 放在你身旁 其實中藥 我們會吃它的浸瓶 它的浸瓶會凹下來 和你的肝共振 我們有一部儀器 將電子落地 令你能疏乾 做完一邊 我們會讓你看到 你真的會凹下去 凹少少 另外 這邊的拳骨 也是肝的反射區 同樣 這個位置凹 這個位置會拱出來 有些人經常有貓爪 甚至有一個眼袋 其實就是肝的胃腎肝 第三塊 眼袋 這裡同步 這裡會凹 這裡會脹 有些人發起的 我沒有觸碰過你的樣子 但你的樣子會更漂亮 這個就是清肝的獨點 終於清完這邊 就清這邊 我們還在做公開的 1988 分五次來做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值得 第二件事 你可以試試極速簽 極速簽這麼久 我教過人吃 很多人都告訴我 因為它裏面有四顆正肝寶 有1.6顆酵素 也有6顆益生菌 可以幫助我們把肝裡面的正肝寶 不好的東西 幫我們排走 很多時候清肝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發現 咕咕是多了的 很多時候大便是多了的 極速簽都不是很重要的製作 它都是急上去 急上去 在頭一個星期內 可能會去兩至三次 都是在早上去的 下午吃 下午吃大約六個小時 晚上去 下午吃 下午吃 下午去 下午吃 下午吃 要逐一 giorno 它不會急到你賴那種 是很OK的 所以這個就是吃得不錯的 還有很多人告訴我 它是睡得到的 而且它的情緒也好 我想有10%的人吃結束籤不是減肥的 有10%的人結束籤不是減肥的 有90%的人是減肥的 我也這麼說 我吃了它就收了10磅 真的收了10磅 我有個客人吃了兩盒就收了20磅 他當作是晚上的餐 但如果你想減肥的話 就不吃東西 或者吃半餐 就是我吃一半份量的餐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你想用來排毒的 那你就平時照吃就可以了 它是飽的 就是你熬了它之後 喝完它就要馬上喝 喝完之後你是飽的 它是會有些滑滑滑的東西 它就軟到 我記得我第一星期去吃的時候 它是最後是軟了一層 是像千年污漬一樣 在腸上 當然 又是那句 永遠就是你 撒完那些這麼骯髒的東西之後 你吸收會更好 而且皮膚會更好 這就是它的特點 它也很划算 因為它一盒裡面有30磅 你就吃過幾月了 一至五吃 六天又跟家人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製作 很多人都會回來買 甚至我的客人當維他命軟 他覺得超級划算 因為已經有1.6顆酵素 6顆抑生菌 不知道5顆 6顆 我忘記了 4顆淨肝部 他覺得超級划算 好啦 今天呢 再說一說 青肝呢 如果有些人 臉上很多粒粒 它是不停的出粒粒 是很值得大家來試試做的 我有一個客人 他因為極速簽 開始來試我的東西 其實他家人是做美容院的 基本上他不應該來光顧我們這些朋友 但他告訴我 他家人 他來我這裡 開始清肝 清肝是 因為我們覺得他這裡很拱 第二 他的臉是長期很粒粒的 暗粒的 一直都搞不定暗粒 你是不停去清肝 但你裡面調理不到 你又不知道吃什麼去調理 他就清肝的治療 他清肝的治療 其實他是上一次疫症之前清肝 我猜他清了三四次 他家人做化妝的 都說他做了什麼 為什麼那些暗粒 好像兩次 暗粒差那麼遠 沒有那麼多暗粒 或者面上的酒米粉刺出那麼多 所以很值得大家來做一下 我經常說 頭幾次就做密些 之後可以一個月才做一次 你把這些治療的東西 有時候去到某個年紀 我經常都說 要放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以前你這些東西 就不太著重 但其實 記住 到某個年紀 有些東西的優惠 就要放高一點 你一定要做到它才行 你就會很認真去對待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經常說 人夫妻壞了就壞了 永遠有一個叫不回歸善的 趁你還是用很少錢 趁你很健康的時候 就快保養它 如果不是 去到尾的時候 人會用了85%的錢 在最後死的時候 在美國統計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治療 如果你想你身體保持好一點的話 做治療 吃好一點 睡好一點 做運動 好嗎 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為止了 下個星期再見大家 拜拜